- 過時關 五十萬 誰是擂台主 誰就是台灣第一強隊 歡迎觀眾朋友們收看由未來電視網為你轉播台灣電競八年超級強者擂台賽 現在要進行的是SFOnline的項目 我是包子曾浩宇 而今天晚上為你邀請到的賽評是人稱金牌教練的HOOPER許向軒 護門你好 包子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虎 擂台主隨興揪揪蛋在上一週的比賽 三戰兩勝的賽制當中是以2比0擊敗了EXC 那麼他們在累積獎金的部分已經來到了4萬元 在本週要尋求衛免第四週的擂台主 那麼在比賽開始之前來關心一下 WhySpider專業電競學院的部分 這個剛剛我才從專業電競學院出來 因為我們下午去這個開課 然後教學生 那麼其實學生都非常非常有趣 有一些這個學生是打了6次比賽 但是一次都沒有闖入我們的這個擂台組的部分 但是他們還是非常非常用心 那麼當然也是蠻希望 這個喜愛電競的玩家們 能夠來到我們Spider專業電競學院 那麼詳情可以洽這個SFOnline的官方網站 好的來關心一下今晚的賽制 在雷台賽的部分是採用單淘汰三戰兩勝的賽制 每張地圖15回合搶8 第一張地圖是由挑戰者所指定 落敗的一方可以選擇第二張地圖 那麼本次的一個資格賽的選拔在每個禮拜 北中南都有地方的資格賽 如果獲得週冠軍 你就有機會來到我們的未來攝影棚 挑戰我們的雷台組 雷台組最多可以殘連十連勝 將可以獲得五十萬元的高額獎金 在左邊就是獎金的分布 第一週一萬第二週兩萬第三週四萬 到了第十週五十萬 雷台組在中間可以選擇棄權 投降數一半帶走一半的獎金 那麼如果未免失敗 只能帶走不到一半的獎金 在右邊的部分呢 是挑戰成功的隊伍可以獲得額外的獎金 好的 我們來介紹一下今晚的挑戰者 這個是我們都有開 第一位要出賽的選手 這位是陸博生 小生 來自於高雄 二十二歲 第一位要登場的選手 謝俊鴻 來自於台中 十九歲 曾經是熱身鋼鐵人二軍成員 第三位是陳鴻明 陳馨 來自於台北 二十歲 曾經是TT以及尤衣閃電狼隊的二軍選手 第四位要登場的是葉清文 Glase 來自於屏東 二十三歲 在過去也有非常豐富的比賽經驗 最後一位要登場的是羅人群 這位是Galek 來自於桃園 二十三歲 曾經獲得SF春季挑戰賽的亞軍 接著這一邊我們要介紹的是雷台組 隨行啾啾蛋 第一位要出賽的選手 聶愛 拉克 吳世忠 零點九五的KD 第二位要登場的是天平 曾才燕選手 零點零五的KD 第三位要登場的是柳柳 張哲花選手 零點零二的KD 接下來這一位是斯豐 吳世忠 選手 零點八四的KD 第五位要登場的是玉昕 彭家瑋 1.57的KD 全隊最高 第二位要有 好的 接下來就是今晚挑戰者 所選擇的地圖衛星 衛星則是一張爆破的任務 同樣擁有兩邊爆破任務區 一個 在下方的辦公室任務區 另一個是在上面的天台 攻守優勢比 防守番帳這itas 主要是防守番擁有許多的岩蔽物 以及地牙優勢 三不五時還搭配前退式的防守 我是進攻方非常的苦惱 對啊 這張地圖其實是由挑戰者 我們都有開始所選擇的地圖 那麼當然這張地圖完全是針對LAK來的 衛星LAK拿狙擊 誰敢挑戰他 看一下紅色一號 紅色一號的選手 這個非常厲害 因為選擇這張地圖 就完全就是要跟你的狙擊硬碰硬 沒錯 尤其在LAK擔任防守防的時候 他也許在一開局的時候 就會下到中路這個地點 先舉一波 擁有人數上的優勢 對 他常常會用中路潛壓 那麼當然這邊要挑戰他的狙擊手 是羅仁群 嘎勒 來自於桃園 23歲 我們可以看到紅色左邊一號 就是我們的挑戰者 今晚要來挑戰LAK了 有人被炸死了 這個是使用一個機房的一個潛壓 壓得滿前面配合藍色二號 這邊應該是在中間通告有多炸彈 沒錯 這個炸彈是非常的犀利 在郵寄上一週 在威尼斯最後7比7的時候 琉琉投出了兩顆炸彈 分別炸死了兩個進攻方的成員 對 所以琉琉在這個位置 打得非常有心得 那麼一滴血 這個GALLE 羅仁群選手 開場就一滴血在這個部分 對他來講 是不是一開始有一些被LAK給擊中一槍 有可能 好 這邊選擇打這個辦公室 GALLE 來了 來到三個紅色四號位置 我們可以看到成心的位置是在中路 這時候如果工方已經掉了一個人 在另外一個還沒有血量的情況之下 應該是可以打一個三空崩的戰術 因為如果你強行進入到半城這個位置 你很容易就被 因為你沒有血量 你很快被防守在地面打死 沒錯 這一波還是 反而是一進場先帶走兩個 也就是隨心揪揪彈在這一波的防守是失誤了 好 這邊是LAK拘了一個 把沒有血的紅色一號狙擊手給拘掉 那麼關鍵是要怎麼來做個回防 時間28秒 用了煙遮蔽了一下敵方的視線 哇 一個跑掉了 重新的一個位置打了 打了兩個嗎 這邊是只剩下LAK 吳世忠選手 哇 這一個是打得非常不錯 相當可惜 我認為是防守放在通風館那個丫頭的 那個防守房的失誤 他應該是可以選擇第一時間 直接駕駛搬錢的 因為第一時間已經有人數上的優勢了 你反而是說對方衝進來了 你一發指導都沒有 才被擊殺掉 對 真的是辦公直接被瓦解 兩個人的時候 等對方才三個人來 你就被瓦解 這個是不應該的 中路這一波選擇做一個補擊 藍色五號LAK 居然還退得回去 不過被追殺了 通風館成心過來做一個補槍 還不錯 辦公這邊又連線了 還有人在守 還有人在守 抓得到嗎 藍色四號的天秤 撐住了 撐住了 這一波等到鞋防過來 反而形成人數優勢 但是對方的狙擊手很準 郁昕在最後站得出來 這場關鍵就是在於 防守放在散關彈丟得非常好 順勢拖延了進攻的時間 對 從這個辦公跟中間通道 轉攻的時候 這紅色的血條 右邊有閃關到那個記號 是五個人全閃 對 而且藍色四號的天秤 其實他辦公也守得不錯 至少活到最後一刻 沒有瞬間被瓦解 而且剛開始開頭其實 守方是一個劣勢 LAK被抓掉 我的建議說第一時間 中路下面往前區的潛壓 是推進防守的時候 你可以派G去 不一定要步槍 步槍是遠距離的 派G去一槍就可以打掉一個人了 跟他對開就對了 對 好 天台 轉天台 兩個兩個 三個 三個到天台了 三個假天台的戰術 LAK這邊 選擇挑戰LAK 很好 非常有勇氣啦 打一個補一個 好 這邊佔領了天台的機會 而且有做一個卡點 這邊把點給卡住 讓防守方沒有辦法快速做一個反擊 其他人 因為挑戰天台 其實大家現在都不太擔上 喔 這一個兩人小組打得很好喔 人數取得大幅優勢的時候 再回來放包也不遲啊 對 狙擊手 紅色1號的Garley剛剛也發揮了喔 藍色3號 很好 我覺得這一波的攻方真的是 在天台之後處理得很好 對 主要是他怕防守方 第一時間會丟散打速回防 那他就是為了要防止這種 這種防守方式 就直接推到加通 以及U通這個部分 加上槍法有發揮 對 這個做一個卡點 這邊全速往前壓了 左方往前壓 撐得住嗎 好 這邊是Glase澄清客帶一個 這個轉身 我們可以看到攻方還有三個喔 這邊是紅色2號是 只有一點點血 應該是一滴啊 被削到一點血剩下24滴 守方這個時候其實剛有探點 還滿重要的 因為你如果不探點 定點防的話可能會有點撐不住 對 我建議說你已經探了一波 你掌握進攻方的前抱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再去探第二波 已經沒有動靜了嘛 你應該去再檢查第二次 看他到底有沒有跑掉 對 動一下 吳思峰選手 沒有動 跟Lock兩個都沒有動作 好 這時候探點了 吳思峰動了一下 也就是說 看了一眼知道你應該就是打天台了 如果沒有看被裝爆的話 是非常危險喔 很難回啊 Lock 這一個走位我覺得是有一點尷尬 拉近反而是不強手的優勢了 對 最主要是沒有前抱啊 他不知道進攻方已經埋伏在這個地方了 他不知道進攻方已經埋伏在這個地方了 吳思峰選手 全隊最高的KD 對方有三個 有打一個不過兩滴血啊 這個狙擊手很準啊 你如果有狙擊手嗎 Galry今天的一個挑戰成功啊 加油 加油 這個是我們可以看到 攻方幾波都打得很好 對 最主要是進攻方的那個箭頭啊 第一時間都能率先擊殺 好 狙擊打天台 又吃了一次甜頭 又想去挑戰Lock囉 對 韓社五號Lock手天台 那後面位子跳出來 哇 這一個Lock實在是太勇猛了 還是打掉一個喔 哇 太厲害了 剛剛這個Lock這種舉動啊 我們這個在過去俗稱叫做藍波位 對 非常勇猛站在路中間跟你對拍 不過重點他還打掉一個 不過關鍵是這個時候 欸 柳柳 柳柳被繞屁股 我給一般選手的建議說 你還是可以躲藏 在那個鞠子 那個鞠箱後面鞠 一槍沒中的時候 其實你還可以就是 在裡面就是換個子彈啊 然後跑到後巷 再鞠第二槍 對 你要有第二個側退路線 對 你看 剛剛這個藍波位 對他來講會比較直立 就等於是補一把啦 對 但是 狙擊槍又不是這種步槍你知道嗎 就不能說一次開兩發 要不然看那種情形 要是你是在鞠箱後面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鞠掉一個 有機會再打第二個 對 好 這邊持續輸出喔 我們可以看到狙擊手 還不錯 發揮的都很好 好欸 這邊壓過來 小槍追過去 就是不讓你打我隊友 LUCK這邊是一個要回三個 丟了一顆炸 不讓你放包 我還是要放 因為你沒炸 沒錯 這進攻方的那個箭頭 槍把戲相當的勇猛啊 率先擊殺力非常的高啊 對 真的喔 都是一個人數優勢 好 打天 防守方的天不破 打半 辦公室的防守就破 對 當然也是抓準喔 這個LUCK非常 對他狙擊非常有自信 對 好 中路的一個前壓 好 這個LUCK直接用狙擊 欸 又出現了 成星選手陣王了 三個天台的一個強攻 東方的部分 唉唷 這邊 欸 我覺得還不錯 Grace最後還有遇到兩個 還有撐住一個 對 但是我覺得天台這邊太慢了 這個時候應該是 辦公這邊 辦公跟同盟在交戰的時候 天台就可以上了 對啊 趁空檔的時候 就應該要上了 怎麼會拉回來再打鐘呢 這個時候你看 讓對手喘息再變陣型 有沒有看到 右邊這個小地圖喔 再轉換陣型了 好 藍色三號再探一下 探一下 好 繞跑 藍血繞跑喔 對 這時候 經過方的情報 應該都被掌握住了 藍色二號你看 這個位置又很標專啊 你要怎麼辦 你轉攻 你絕對從中間通到被他偷打 那麼跟這個藍色三號 已經成一個對角L型了 你敢過嗎 你過了以後就被包 對 流點會跑出來偷襲 好 我敢過 好 確實三個要過了 藍色三號當眼睛 二號衝 二號衝 二號動了沒 二號從後面 交戰就一定會動 動了動了動了 從後面過來做一個包夾 好 紅色一號的聖嘎雷狙擊手 很準耶 很準 你搶一個 這個時候兩個人 藍色一號 藍色五號的默契非常的不錯 對 最主要是一開始的那個情報 上半場七個回合站完 五比二我們是挑戰者領先 廣告之後來看下半場比賽 上半場七個回合打完 挑戰者我們都有開示 五比二的領先 現在進入到下半場攻守交換 那麼當然在上半場的部分 攻方打的 就是我們挑戰者的部分 真的是打得非常的出色 因為這是一張守方優勢的 沒錯 守方是擁有六層的優勢 好 這一波看一下我們的雷台組 這個比分應該是有威脅到他們 稍微有點壓力了 這麼大 好 中路這邊尋求一個突破點 LUCK紅色四號 帶著他們去打前線 好 後面接著是四個隊員 這時候進攻方是採取了一個 三二的正統開局 如果這時候把機房的人員 調到中路的話 可能會打中路的人海一波 好 確實如Hoop教練所講的 中路一波啦 四個人孩 藍色五號撐得住嗎 往後撤 這個速度壓得很快 直接壓過來要往下面打Grace 打了一個 而且狙擊手Gallet也打了一個 LUCK又剩下他孤軍奮戰 沒錯 你能狙四個嗎 這時候其實我是狙擊手的話 我會轉到天下這個位置 所以比較來得有機會 對 確實喔 轉了 因為中路跟辦公室的掩蔽屋 實在是太多了 LUCK選擇天台一個 哇 這個 這個滑布應該是沒有滑好 嗯 所以速度 欸 近距離 沒有辦法撐住了 哇 這麼一來我們可以看到 六分啦 對 如果是打中路人海一波的話 其實你可以去機房的辦潛 或是在天下那個樓梯的位置 去做一波干擾 這樣子你會攻擊得比較順利一點點 沒錯 因為都沒有任何的一個防守 都覺得你其他點沒有人 他就比較好能夠去猜對你的防守 對 剛剛這樣 猜對你的進攻 剛剛在三一回合我們要暫取 防守方的三號 他拖得非常的到位 對 打帶跑 拖 然後拖到斜防 對 好 這一波還是一樣嗎 打一個中路的一個人海 可是防守方是兩個人在防守喔 對 這邊拉了一個天台 紅衣紅武拉天台 天平失封走天台 好 準備打了要夾天台 浪克在左邊打得很準 直接把中路給瓦解 不過浪克也蹭完 哇 這一波天台的狙擊手 被夾掉了 好 卡位卡位不放包 直接卡點 哇 克雷斯稍不注意啊 對 我是覺得他掉的比較可惜 例外是說天台還沒有裝包 你就一個人資深前往 到天台想要看一波情報 對 你其實可以在後面利用跳躍 然後去做一些 用你的肌肉去阻擋到你的身體的部分 然後去做一個看點 沒錯 兩個回三個 如果剛剛還活著三個回三個 還有機會 機會還滿高的 那這個時候丟蛋 好 往前穿 要穿兩個才有機會 神見正王的這一波 天平是在後面巷子一個打兩個 對 比較可惜 另外就是架通這個是防防釣 是太可惜了 對 因為進攻方式他三個人 他看出兩個窄口 其實是比較不容易的 沒錯 這時候就讓他放包沒有關係 很可惜 好 這一波我們可以看到 選擇的是2開221 Lock又來了 終於發揮了 在天台一個人單槍匹馬 就狙掉一個 變近七年最佳狙擊手 Lock無事中選手 那麼在另外一邊 形成一個三中路的一個開局 在中期的時候 轉了一個三中路 四個了 四個已經來到四個 這時候直接淹過去了 藍色五號 哇 看到你的時候你就上來了 對 一圖喔 這邊勢如破竹喔 Race也正王 這邊隨身揪揪彈打嗨了 在分數上面 也只落後2分喔 如果在這個時間點 你分數已經有領先一個差距的話 其實你可以打一波 防守班可以打一波前壓 對 真的是可以打前壓 這時候確實打前壓 在機防前壓 但是我覺得 這個上個回合打前壓 想一下吧 對 這個回合我可以特別猜中 因為你兩次都是 正常防守落敗之後 人家就會想打前壓 不過呢 東方並沒有防備 因為防守班那個 直接跳出去刷兩個 這個槍法實在太汗了 這位是小生 陸博生選手 ID是娃娃兒 來自於高雄22歲 其實防守班的前推 所以要是你在通風館 或是在中路 或是在機防 你有刷掉的人的話 天台應該是要往前去 前壓式的防守 去抓取那個情報 看你到底有沒有轉天 如果你沒有轉天的話 那就是辦了 對 沒錯 這個時候應該要去看一下情報 藍色上號位置 好 這個時候拉過來 兩個人 藍色是要跑得掉嗎 跑得掉嗎 跑得掉 沒有跑掉還打掉一個 兩個打三個 這時候有點難打工方 因為情報被前線 發現你打半攻 絕對就是被包了 有人下來囉 這個時候 不好打 因為已經被卡點了 被架槍卡點 藍色上號在彎上面當狙擊手 不過工方也沒有退路了 一定要選擇我 勇敢的完全衝 對 Lock我覺得 剛剛不應該再退回來 因為 這樣等於是放生退 對 卡在太前面了 那兩個打還一個 這也包含了 不知道防守方的防守 到底會在什麼地方埋伏 現在很顯然就中了埋伏 對 好的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是挑戰者 我們都有開示 已經聽牌了 7比4 小心 手榴彈 我現在共犯的態度選擇1 1 3 他進攻了中路2次以後 中了通風管跟犯神的埋伏 選擇打天台 炸彈娃娃兒 小生選手是炸死了1個 繞過來再補掉1個 非常強悍的天台防守 藍色5號位置往下衝過去了 澄清選手太大膽了 對啊 怎麼會這樣子呢 背對著敵人 如果剛剛撐住的話 不過這一波Grace來了 狙擊手Galler也來了 但是聲東吉西Lock 放在辦公任務區 撐得住嗎 一個對三個 退無可退了 一個 對方已經停牌了 Lock情報被發現 我覺得他不應該往下退啊 所以這場比賽 我們可以看到 挑戰者我們都有開 打得是非常非常的出色 最後比數是以8比4獲勝 打得相當相當的精彩 那麼請觀眾朋友們休息一下 來看第二場的比賽 三戰兩勝的第二場比賽 那麼我們的擂台組 所選擇的是命運交叉道 是的 命運交叉道 這是一張爆破的任務 同樣擁有兩個爆破的任務區 一個是在銀行外的電車上 另外一個是在消防局外的卡車上 攻守優勢比我認為是73 工方佔了七成喔 主要是消防局跟銀行兩個任務區 工方都能夠先行搶進 所以更過分的是還能同時丟閃光 把防守方閃到全瞎 對他是沒有辦法 因為這算是一個 屬於一半室外的地圖啊 那首方因為在一開始這個 經銷防局就沒有優勢了 對 工方速度會比較快 對 那麼這張地圖呢 是由這個擂台組 隨興舊舊彈所選擇的命運交叉彈 所以他們對於這張地圖 應該會非常有信心 今天的比賽也有可能打第三戰 那當然在Lock的部分 之前也是有看過一些訪問 他很喜歡打命運交叉道 因為他覺得 雖然夜宇隊伍在命運交叉道的一些 幹到頭角像沒有那麼熟悉啊 對 因為一般夜宇隊伍在這張地圖 他比賽的場次是比較少的 對這張地圖的研究 一般野團都不會打這張地圖 好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波因為你把這個 你選的地圖 所以你把工方的部分是Lock的對手 那麼你在首方就要多把握 可是剛剛在車上 我們都有開在車上 我在他們來挑戰的時候 他們有表示第一張威勤 我要是有拿下來的話 他們在後面的勝率應該是有八成 八成喔 這個挑戰者 非常有信心啊 沒錯 好 這一波我們可以看到 直接拉過來三個打三個 速食店的流流明撐住啊 好 玉兴打掉一個 這一波 前面就有人 前面 哇 還是 還好 這個至少同歸於盡 沒錯 好 這個五號的位置是比較有優勢喔 玉兴真的利用這個眼力 直接刷得出來 其實剛剛進攻方第一時間搶戰到消防局的時候 他們可以選擇第一時間強行裝包的 因為這是進攻方的優勢 你裝到包以後其實你要從平常打回房 或是從麥當勞出來再打回房 其實相當不易的 小心 手流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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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波已經是拉到了 應該是在消防局確認沒有人了 拉一個回房 沒錯 然後進攻方是打了一個 麥當勞跟銀行的速攻 速夾級 小心 手流勢 好 要放包嗎 有一點點困難 這邊一樣是同歸於盡 3個隊4點但是 Grace這邊是把人數給換回來了 有人在裡面 確實有人在裡面 丟了一顆炸 但是沒有追到 3個隊2個攻方 這個時候要尋求一個突破點 不要再架槍了 往前卡 看要怎麼打 黃色3號位置 我們可以看到 旁邊有人啦 被打掉了 我覺得這個時候 其實他殘局兩個人默契並不是很好 對 應該其實是兩個要一氣合成 然後兩個聯手 打那個麥當勞這條路 是比較好一點的 對 剛剛是單槍劈嘛 一個槍線對一個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兩個對一個 你看就是形成這樣的一個局面 你要勇敢的往前推 你後面才可以拉回來 安置定時炸彈 對 剛剛是要等隊友 等一下拉過來兩個打 就直接在進場打第二波 沒錯 小心 手流勢 好 這邊是Galek的局局發揮了 打死Lock 防守方選擇在消防桌的重手 有漏洞 有漏洞 直接被捅穿了 哇 這一波工方確實打得還滿出色 對 還是利用進攻方消防 能夠第一時間拿下消防局這個優勢 來搶戰消防局 因為進攻方拿消防局 應該是有七成的優勢 所以說我是進攻方 我一定不會犯過這個好機會的 好 又來了 這一波的一個工方選擇消防 搶戰消防局 而且是分兩頭 直接又從中間窗過去速食店 好 已經佔領了消防任務區了 剩下就是把回防路線給卡死 對方沒有G 所以對他們來講 是比較好打 這時候只要把消防 那個麥當勞的窗口 置住以後勇敢的往前走 去安置進行炸彈 等他們防守方打回防就可以了 對 好 這邊槍架住 都在現場都有在做一些溝通 一定要架住往前走 好 狙擊手的一個位置非常重要 我們可以看到銀行藍色一號 好像是在前面而已 那麼一個人去 哇 沒有要放包喔 這邊時候討價了 速食店一個去裝包 裝了 裝了 我裝包拉一個後綁 這樣的勝率應該是有六成以上喔 而且帶有一名狙擊手 速食店是加工的一個回防 先打一個被清掉 兩個隊一個流流過來了 流流 來 這個時候 哇 這個散彈槍 有點強喔 有點準喔 他應該是心裡想說 如果我沒辦法拚掉的話 其實我後面還有一個隊友 可以看你到底有沒有拆解定時炸彈 對 就一個防線對一個防線 打破這個防線我再拉後防給你扑 好 這邊進攻方式選擇做一個銀行 銀行的一個主攻 這邊防守也賭銀行喔 所以這一波被 會有可能被雷台主的賭中 出來吧 好 跳一個 跳兩個 跳三個 跳四個 四個進來了 但是被清掉了 被清掉了 哇 這個怎麼會想要跳進去呢 應該第一時間是你有聽到聲音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利用在銀行外面這個廣場 把銀行裡面的人全部都閃死 其實你可以練這個閃光 對啊 怎麼會這麼貌然的跳進去啊 那麼我們從攻方的視角看到就是四個 四個人就直接好像下水餃一樣 對 因為進攻方在裡面都已經卡得好好的 有非常非常多的岩蔽物 唉唷 這一個率先擊打很重要啊 所以是 在今天有非常出色的發揮 不過天秤也放回來了 時空天秤曾經是 兩個人都有關鍵的發揮 我這時候人數上已經站了劣勢也不用怕 因為定時大戰已經起到嘛 兩個卡車子好像有點重複了 跑掉了 最好是一個上二樓有一個制高點 可以自助防守方的回防路 好 這邊拉過來 唉唷 就這樣進來被清掉嗎 Lock在跳躍的同時 濾芯呢 濾芯的一個位置 有辦法打兩個嗎 我覺得有點困難 時間剩下10秒鐘要爆了要爆了 中了 中了 這槍中了 當你進來的同時 就代表你拆被老炸彈了 哇 這一個太可惜了 我覺得從這個油罐車這邊 切進來的人有問題啊 對 這個根本就是拿著刀子往前嚕啊 應該是跟隊友溝通好 說你一個往前 一個往左邊直接預開 然後另外一個直接看右邊 這樣是最好的回防方式 如果你是選擇 麥當勞那個窄口出去的話 好 拉過來 來 消防重手炸彈天秤哥帶一個 還不錯 不過這邊銀行要稍微 數十天這邊要稍微退手 Lock狙了一個 有機會撐住喔 我們可以看到拉過 哎唷 好強喔 誰要狙擊手 這個時候 在跳 你敢在跳啊 再來嘛 天秤擊殺了我們可以看到 上半場七個回合打 雙方是以4比3 是由我們的挑戰者領先 挑戰者我們都有開 在上半場的一個比數 是以4比3的領先 那麼當然這張地圖 是一個攻方的優勢圖 那麼攻守交換之後 我們來看看擂台組 隨心揪揪彈的一個發揮 小心手流內 有打了一個正常的進攻 是術場消防局 小心 如果這個時候防守方能夠 進來開箱的話 他就是進攻方的閃光 但一定是沒有給我防 對 所以搶消防非常的輕鬆 重點是你要如何裝包 以及守得住包 哇 撞到槍線啦 可以承心給1打2 這個實在是 有一點點 太大意了 我覺得 對 真的有點太大意了 因為待會兒在開槍 好像過去 我怎麼就死掉了 對 如果你真的要看的話 可以從那個窗戶裡面 丟一些炸彈或是閃光 或是煙霧都可以 丟了以後再裝自定時炸彈 不過陳全這邊 唉唷 直接要撞你 直接把你給撞掉了 剩下LAC 以及紅色 LAC先取了一個 我們可以看到 對方還有三個 今天非常多的一個局面 都是留下LAC一個人 看到 看到你了 我看到 但是 中了 中了 這項中了 來囉 來囉 旁邊消防有人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藍色燒 也要從游方車過來的 哇 這個時候被打掉 小心 手留在 防守方只要選擇必不見面就好 因為你沒辦法安置定時大戰的 必不見面啦 對 不要給他機會 讓你放包 問題是你爆不了 好 這邊確實大家也是 選擇做一個後防 好 這邊過來了做一個 加通的一個攻擊 我當你來找我 我已經埋伏好了 對 小心 手留在 第一時間進攻方 要是進攻消防組的話 其實速 用最快的速度 安置定時大戰這樣勝率是最高的 你這一波是拆成兩邊打 銀行有人 消防就有人 消防搶戰到了點 手防開始要往銀行的路上推 打這種雙線戰術 一定要第二時間把火力 全部提供在消防局 來 這個時候遠距離Lock 還不錯 一打二 你敢來 銀行撞 好 直接讓你兩個人飛走 好 這邊 來 可以 Grace跟Garley各帶一個 又回到一個 一打二的一個狀況了 反而是擂台組 隨身揪揪彈打得有點辛苦 一對一 今天紅 藍色二號的Garley的狙擊槍 是發揮得非常的不錯 就在車子對面 一定要趕快看那個角 看不看得到 哇 被放了 這個時候 手方就難解了 對 因為這箱子壓頭優勢 是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好的 但是Garley的一個 閃彈槍也是蠻厲害的 欸 看得一 欸 被丟炸彈 結果很難說 跳出來真槍 兩槍 三槍 第三槍打中了 哇 這個 這個觀念是非常的好啊 哇 真的是非常不錯啊 因為猜到你就是在這個 綠色的便電箱旁邊 對 利用一顆炸彈直接炸你 讓你這個飛起來 第一槍 而且他還找了掩蔽物 沒錯 守方這個其實也不好 攻方也不好攻擊他 原本是 進攻方是有掩蔽物的 現在反而是防守方有掩蔽物 打的是非常的出色 我果然拿一個術裝包 這實在是消防局這個位置啊 你就是一直投資 賣到我這個閃光跟掩蔽物 遮住 遮住讓Luck在後方這邊協助 放包之後不讓你出來 沒錯 你位置只要卡好 你這個時候應該是一定會有 8層的勝率 8層的勝率 Luck打得 打還是打得非常的勇猛 一個人往這邊鑽 這個受不了了 今天我被壓制 我一定要打回來 這旁邊就有人了 這兩個人 這個有點準 這麼近的距離 也有辦法去拉 拉這個槍線 他應該是沒有拉槍線 是用戳的 戳的 直接把你給戳死 因為剛剛提到會有8層的勝率 是因為他同時有 擁有2樓跟1樓這個 上下的製造果這樣子 所以要不要再打一次啊 不打一次喔 這邊王銀行打一樣 這邊是藍色3號1號 水的時候 直接衝進來 被閃了喔 兩邊都被閃 雙邊閃 但是 好 直接藍色 看到你了喔 看到你 直接要去抓你 這個時候是 這個時候是 真的有一個人在旁邊啊 直接補了出來 這邊是打得還不錯 這狙擊手的一個閃彈槍 實在是有點勇猛 對啊 既然防守方是靠閃彈槍 把人數扳回來 變成2比2耶 這狙擊手 槍夠準啊 閃彈槍也蠻準的 好這個時候 工方的一個位置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菜神兩邊喔 銀行口啊 以及這邊是趕來會合了 但是對方卡一個左右腳啊 所以你一出去 可能會有點危險 好 慢慢的再移動陣型 好 一個換一個 形成一打一的機會 我這時候其實防守方還是會有一點優勢 就是他還可以 他其實可以看腳 到底你有沒有裝 裝置低子炸彈 但是遇到LAK LAK只有一槍的機會 只有一槍的機會 有沒有機會撐住 時間對他來講 是有點壓力 跑掉了 跑掉了 你不來 好 我就裝包 直接裝了 藍色五號位置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時候回防的路線 直接要從家裡面 穿過來 最後選擇的一個路線 非常的重要 紅色的2號的LAK是直接在銀行 拉了那麼遠 應該是有炸彈是不是 對 如果他沒有炸彈的話 還可以從那個列車下面的細縫 偷打腳底板 直接拆了 直接拆了 你拆嘛 我打你講 沒子彈了 沒子彈了 糟糕了 直接被解掉了 被解掉了 所以這邊我們的挑戰者 我們都有卡以及是聽牌的 我是認為說 你要選擇的位置 要對自己 就是你一定要有手榴彈 手榴彈炸下去以後 要是真的失準 有兩道關卡 小心手榴彈 對啊 這個 開到沒有子彈 然後被對方拆包 這個也算是一個無榮事件 對 因為拘到腳底板的殺傷力 應該是在65D HP附近 好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看到挑戰者 很強大的一個信心 開頭又先炸死一個 那可能不能撐住 這邊利用中間的柱子 不斷的轉換 後面來了 放包了 放包撐不撐得住 因為後路已經開花了 試鋒衝撐了一個 流流 只剩下流流嗎 在拆包了 這一個回合沒有能夠撐住 所以我們的挑戰者 我們都有開始挑戰成功了 在剛剛三戰兩勝的賽制當中 是以2比0打敗我們的擂台組 這邊請觀眾朋友們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超級強者擂台賽 在今晚的挑戰者 我們都有開在剛剛三戰兩勝的賽制當中 是以2比0擊敗我們的擂台組 恭喜你們成為新的擂台組 那麼如果你們現在選擇要放棄比賽 可以直接帶走獎金五千元 如果選擇繼續接受挑戰 那麼下一週累積獎金來到了兩萬元 但是如果未免失敗 只能帶走四千元 好這邊請這個隊員陳昕 來告訴大家你們要選擇放棄還是繼續接受挑戰 我們決定繼續接受挑戰 好的 我們都有開決定繼續接受挑戰 也預祝你們在下一週能夠衛冕成功 今晚的超級強者擂台賽轉播告一個段落 下一段還有更精采的新海鎮霸號的比賽 我們快樂